欢迎回到新北新闻网 今天上午新北捷运公司举办 新北捷运志工队成立记者会 由朱立伦市长秦子授旗 现场出了新北捷运志工队 在地的居民也来共襄盛举 新北区政府自建的三环三线 淡海轻轨绿三线 今年底即将完工通车 目前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各项营运准备工作 而今天上午新北捷运公司举办了 新北捷运志工队成立记者会 由市长朱立伦亲自授旗 现场出了新北捷运志工队 以及在地居民共襄盛举之外 更邀请到居住在淡水的 武棍阿北叶赴台 以及担任淡海轻轨的志工形象大使 张翰元以及阿乐 为志工队加油打气 对 其实那时候就听学长解说 就是丹海轻轨已经在动工了 然后那时候就引颈期盼 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那现在终于完工了 当然 算我毕业了 但是可以给这个淡水的新兴学子们 一个鼓励我觉得是很棒的 像阿给啊 就是著名的阿给 鱼丸等等的西方食物 所以对你来说 来到淡水就是一定不能错过 最美的就是美食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的 有一些我们在地的民众 在地的这些退休的长辈 大家一起来参与 我们也很多在地的学生们 也有兴趣来参与我们的志工 我们相信这样子的话 可以让我们年轻们的活力 成为我们志工的主力 淡海轻轨志工制服 特别邀请国际知名 加拿大华裔设计师 黄伟豪操刀设计 融合淡水细阳轨道淡水河 以及淡海轻轨的列车等元素 新潮的设计表现 新北捷运志工充满朝气的形象 而旭长朱立伦表示 看到志工的衣服 有很多缤纷的色彩 相当有在地性 可以代表淡水特色 这个很有时尚感 而且跟我们整个淡海轻轨的 本身的设计 几米的色彩都非常的鲜艳 再加上我们的淡水 地方的这个蓝天 还有我们这边的青山 都能够展现出来 很有时尚感 也很有在地性 他们到时候可能会随着车子 或是在各个车站里头 那么来服务民众 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的需要 那么他们可以做解答 那甚至就是说 万里人潮多的时候 可以帮忙做管理 那只要有任何需要 他们要带 例如说大陆站以后 那么要出站 要干嘛 有一些不懂的 甚至要买票不太清楚的话 他们都可以帮忙 新北捷运公司表示 为了增进捷运服务安全与品局 结合能力资源 新北捷运公司 从10月就开始招募志工 而当中不但有专业的导览员 也有在淡水地区就许的大学生 而年轻的学生志工加入 更为淡海轻轨带来新的活力 而目前志工队符合资格的人数 有70多位 未来也会持续进行招募工作 新北捷运志工将会在场站中 协助站务人员 提供旅客乘车 以及购票等相关咨询与引导的服务 协助人潮管制与协助维修车站清洁等等 以发扬志愿服务的美德 并且提升运输服务的品质 记者许端一 代表采访报道